大家好 我是丁超 欢迎收看超级大营家 美国大跌三天 第四天会不会大跌 这很简单 你只要稍微有点技术分析的底子 就知道美国大跌三天 如果第四天再跌 那会出问题的 而且救不了的 对不对 所以美国在礼拜 今天礼拜四 美国在礼拜三反弹这么正常 这有什么了不起 你大跌三天 停不下来 这特斯拉也这边挂牌 特斯拉已经跌了三四层 你不稍微动一动 这下去怎么会跌 这如果没有停下来的话 会直接到这里来 你不相信 这崩下去的话 我跟你讲 美国股市是没有涨跌幅的 你不能开玩笑 你大跌三天 你可以不反弹吗 我请问你就好 大跌三天大家会不会抢特斯拉 会不会抢苹果电脑 会啊 苹果电脑一下子三天大跌两成 打八折 特斯拉三天大跌三成多 快四成 打七折 你说市场的散户会不会抢 正常人都会抢一下吧 打七折你还不抢 但是抢了以后能不能成功 都没人知道 只是他们就要抢嘛 大跌三天 美国股市大跌三天 一二三 能不反弹吗 这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这就要我们来分析 我昨天在贴力公司就跟你讲说 这有反弹嘛 这有什么了不起 这也有反弹啊 你这股票下来 你要不要让他反弹一下 要吧 你要不要让他反弹一下 要不要 这边还有涨停板 你要不要让他反弹一下 要吧 你要不要让他反弹一下 要吧 你如果每天都是下跌 都是大跌 又不是合一 他不是去笑的 又不是他 那不是涨停跌停 那没有算这个 这个也没说 对吧 那你到底有事了 我跟你讲 就是要不讲那合一了 算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美国股市大跌三天 一二三嘛 而且大跌都是放量在大跌 一二三 大涨算什么 美国股市大跌三天 一二三 这没去不行 美国股市大跌三天 一二三 这样代表什么 一二三 你是不是在反应 你在高兴什么 你在高兴什么 你是透很痛快 透很久了吗 不然你是在反应 你在高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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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跌三天反弹 求水没用 你大跌三天不用反弹一下 当然啊 一定会这样子做啊 所以台北股市今天反弹算什么 正常啊 那有什么 而且反弹 是他反弹的啊 他反弹多少钱 反弹八块钱 八块啦 你知道八块钱的台积电多少钱 台积电一块钱是8.37点 八块钱算起来是66.9点 我们把它算67点好了 那大盘涨八十几点 台积电涨了67点 他今天涨67点 对不对 我说他在经历嘛 台积电不涨也不跌 高点低点在这边 每天都在这边放 结果出货投资票的股票 有好准吗 老师啊那没有出货啊 这两个股票就去啊 不好意思 你绝对不会买华夏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你没钱买 我知道 这人要买也我们在买 你没钱人买 因为你套牢你哪有可能 一般投资朋友不会套牢去换股票 一般的投资朋友不会说套牢的股票 然后把股票卖掉去买华夏 或者是去买这个 不会啦不可能啦 我太了解投资朋友了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啦 不可能买这个啦 为什么 因为你不可能去套牢股票 然后把股票卖掉 把被动元件卖掉 把这个股票卖掉 然后你去买华夏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啦 一般投资朋友没有这种勇气啦 因为投资朋友都是长期投资嘛 套牢就不动 大部分都是这样 真正有本事去买这个是我们 为什么 因为我们会追高啊 我们敢追高 我们鹰派就主张追高了 我讲过 我就主张追高了 可是一般投资朋友都不会追高嘛 都要低接嘛 低接都在套啊 追高都在赚啊 我不是说过了 要追高啊 我就是主张追高 老师阿 你主张追高 你为什么还要放空 你很散发的 我是放空高价股 你听清楚 我不是放空这个啦 我也没有放空这个 这也不会放空的啊 这哪有可能放空 这也没有放空 我也不清楚 这才十几块而已 为什么我会放空它 但是它涨很多了 它哪有涨 5块钱到17块哪有涨 我觉得都很便宜啊 这个股票价格都很便宜啊 3块多 现在20几块很便宜啊 因为才20几块而已啊 我觉得都很便宜啊 这个都可以再买了 我觉得很便宜啊 我不是常常连先讲这个嘛 所以涨这么多了 股票没有 因为涨太多 而可以放空 不是这样 我们放空高价股 是因为高价股要打回原型 因为它们太夸张了 就像之前的升级股一样 而不是说我们今天看到 好像说哦 就涨起来 我们就不爽 就要放空它 没有这种事情啦 这种价格都很便宜啊 这哪会 这就是钢涨而已啊 这钢涨而已啊 这钢涨而已啊 对不对 这都哪有漆 这钢有漆 是啊 这漆这么多呢 你是要给它比啥啦 人家这漆20倍是要给它比啥啦 这漆头100倍了 你跟人家说啥 那一块啊 七十几块啊 这要跟人家说啥 那是算起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们现在有个重点就是说 为什么传统产业股 你现在不能够放空它 因为现在是传统产业股在作价 主力在作价 整个资金都移到了 这个塑胶股来 塑胶股来 你最多来不及的你还放空 对不对 最高都在赚啊 我跟你说你追在这里也转 反正天天追高就对了 就是要它爆掉为止 要追高啊 你看台 naw Cruz gone 以后这个就上了 对不对 但是你也不一定是说要去 去买这种股票 我讲过啦 我主张 我主张现在目前不做多剖短 只做多当充 今天今日是今日币 还两位是什么 我们现在目前不是完全不做多 我们是当充的做多 现在不要误会 不要说我现在矛盾 我没有矛盾 我们做多当充 当充就是今日是今日币 今天先买后卖 或者是做空当充 先卖后买 可以吧可以接受吧 那很多投资者说我不喜欢当充 那我们不勉强啊 你知道吗 我认为说做多当充 比做波段安全多了 因为现在目前来讲 我跟你讲 真正大的风险是在于 波段投资 因为股票交给太贵了 太贵了 这么贵 那为什么 这边整理时间里面这么贵 为什么跑到这边来 因为反而这边不贵啊 反而这边这个变不贵啊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电子股就贵啊 所以它反而这个从上个月 从八月份以来都涨这种 因为这个不贵啊 这个变成不贵啦 你知道吗 这种变成不贵啊 因为这个太贵啦 所以变成它们不贵嘛 这个都涨了几十倍 这七十几块呢 这五百多呢 这你怎么贵下去 七十几 五百多 两百多 七百多 这会不会太夸张啊 两百多 八百多 会不会太夸张 会不会 那这种会不会太夸张 这怎么会夸张呢 这才十几块怎么叫夸张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这是概念的问题 为什么现在市场里面 最近大家都跑去做传统产业股 运输类股 或者是风电股 或者是太阳能股 修了 他们便宜啊 真的是便宜啊 那为什么会来做优达 修了 十几块而已 十几块而已 当然修了 所以为什么市场的资金 会跑到这边来 而没有在这边 没有在这边 没有在这边 因为这个很贵啊 这个非常的贵 这都很贵啊 这都很贵啊 你知道吗 都很贵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这个也很贵啊 这个更贵啊 所以我说这档股票 我只能讲连续跌三天之后 他们会有反弹嘛 要谈不谈的啊 你看 要嫁妨嫁 你看 就像这个一样啊 大跌三天 你不用让他反弹一下 但是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大跌三天的反弹 是代表什么意思 准备创新高是不是 是这样吗 还是投资票 你永远都是只有一个方向 叫做多 你真的只有一个方向 认为股票只能够涨不准跌 是不是 有人这样规定股票 都不能跌吗 还是都没有看过跌市 这个明明就是头啊 你说老师这个是底啊 底啊 底部啊 对啦 你把它放大来讲 看起来好像是W底的 底部 看起来像头又像底 你说老师不是头 是底 会再创新高的 那可是我说是头啊 你说是底啊 可是我把它缩小一点 这里是底还是头啊 老师这里还是底 那 实在你讲嘛 你比较厉害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成就非凡 精确掌握投资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看守好每一次进出场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027725-9668 追求梦想 成就非凡人生 发现价值 携手共赢 完美服务 忠于所托 挑战自我 成就非凡 精确掌握投资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看守好每一次进出场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027725-9668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你还没有加入Telegram 现在可以加入 我今天在Telegram里面有讲到一件事 就是说上次7月底 8月初的时候 我免费送给各位一张表格 目的是为了让你避开风险 当初的市薪是在702块 对不对 这是7月底8月初的时候 我说这些股票 较佳的回撤区间买点 第一个步骤会到这里来 这个价格还没到 但是这里到了 这里到了 这几档股票都已经先到了 这个 这四档 这一档还没有到 比如说联发科 他这里就刚好到 就进入区间 你拿来对看看 看准不准就好 打到这里会做反弹坡 你可以抢短 你空档可以回补 就是这一天打到这里 你要回补 抢反弹都没问题 环球经一档 台表科一档 就是这个价位没有错 就是进入这个期间 还有国际 也是进入这个期间 开始反弹 这四档股票都达到了期间价 所以开始做反弹 有的谈得比较厉害 有的根本不谈 但是这个四个价位 全部都会再跌破 我这一次又 我在应该是在明天以前 我就会开始整理好 这个九朗股票重新调降价格 因为这个是初步价格 接下来是主跌段 那我们必须要把价格下修 所以表格也不能一直 一辈子都要用 因为已经用了一个多月了 所以投资朋友 如果你听我的话 你就知道说 原来四星这个地方要卖掉 那四星到四百块呢 这里是写三字头 还没到 那我下一次 我修正的时候 我会把它修正为二字头 也就是四星不是 因为我们这边价格上 给它太高了 价格太高 三百多块 那还没有到 但是我还要再重新修正一次 那这些股票会不会到 一定会到 你看啊 立金光 跌到现在 目前价格还没到呢 我在七月底八月初就跟你讲这个 还没到 价格还没到 这个还没有到 跌了这么多了 还没有到 你看多恐怖啊 跌了这么多了 这个价格都还没有到 这里 都还没有到 台积电也是一样 都还没有到 所以你如果看看这里 那我们会再加进去六档 总共会十五档 到时候我会通知各位免费来索取 这个是免费的 那你索取这个怎么用呢 很简单 如果你放空 就是那个点回股 那如果你想要放空 反弹就打它 放空要有技巧 不是每天都追空 例如说这种股票 我们昨天放空嘛 一百三十二 我昨天是 我这边有讲过 我昨天利用反弹 这边回补 这边回补 反弹空一百三十二 昨天啊 一百三十二左右 我本来是先空一层 因为我们每一档股票 都要空三层 我们一个持股部位 是规定是三层 原本今天要再空两层 结果呢 那跑太快了 我都来不及通知 他就滑下来了 就不给我面子 我本来讲说 先空一比 先空一层 等今天反弹的时候 再来打一次 因为怕 怕今天不反弹 所以昨天先空 如果说 我知道今天不 如果今天直接下去了 还得了 我就没办法放空 所以我们放空 是要利用反弹上来放空的 那因为今天速度太快 所以 根本就来不及 放空 他就自己跑下来了 所以蛮可惜的 我就希望他能够弹到 135 140块 让我们放空 结果没想到 他自己害怕 就自己跑下来 126 最低125 我们昨天132 放空的 那我们接下来 如果说他再不反弹的话 我们这边 会再找一个时间里面 追空 让他破底 那这个为什么会破底 这一定会破底的 你看这一下 我给各位看一下 变形三线 这个是台积电 对不对 变形三线 对不对 那为什么大盘看空 因为大盘的月线扣底值在这里 不是月线向下吗 是空头 从这边就开始空头 月线空头 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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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弹到是空头 因为月线扣底高值 我给你加价去拔 坦证 WD 我看是头有点 WD 现在在等一年 在青春七年 就公布营收 都滑到滑到滑到 那台积电的营收 公布1200多亿 照理讲是利空 为什么是利空 我这边有写 你到这边去看 台积电应该是利空 我明天再解释 因为华为的集单 在8月份全部出货 下个月的下半月 就没有华为订单 华为订单 华为订单就占比15% 那下个月就变0 9月15号以后就变0 这个到你自己看 比如说这种股票跌下来 它会不会马上就一直跌下来 不会 它一定会反弹 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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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被压制了 所以技术分析比较厉害 所以将这个股票为什么 因为它月线开始扩底高值 到时候这个滑下来以后 它就加速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里的反弹 类似像四星的这里 还在这个位置 你知道为什么 那四星这个地方 已经是进入了一个阻跌 它反弹之后还会再崩盘 这个也是一样 这种都是 你看这技术边都是很差 有没有 所以放空的股票 你不能去给它空这个 你投它派去 这都趋势向上 这些派到 你把股票放空 你放空这个 这也不放空 这都在放空这种东西 这你派到 你放空就不对 你就说什么 这个要做多 要追啊 股票就是要追高 我已经讲过 股票就是要追高 我主张追高的 我主张股票要追高的 那三个头痛 对不对 我主张是追高 你知道我意思吗 这要追高啊 股票就是要追高 不能DJ 所以越强的股票 越可以当充 那要解我意思吗 如果我不敢做多 不敢做多 不免账啊 我说你不敢做 你不敢追高不行 没人给你免账 我是说追高才会赚 DJ都会套 没有能勉强你一定要做多 像我现在我也不做多 我只做当充而已 我们选一边嘛 因为你不能什么都做啊 自己会乱掉嘛 那我们就看空啊 那我们放空什么股票 高价为主 比如说这个 我刚刚已经跟你公布了 我还要再空它 那怎么可能空一层呢 昨天空123 才赚6块而已 赚6块哪有多 这要帮忙 我要再加空下去 因为这个位置就是像这样 那这个会不会再跌 一定会再跌的 你让它先反弹 要空再来空 所以我跟各位讲 这九档股票里面 我在明天以前 我会重新再调整目标价 都往下降 全部往下降 那这样这个股票是本来是二字头 这个到这里 三字头本来是到这320 我现在把它调降为二字头 这边 接下来是二字头 这边也调降二字头 这本来三字头 这边320不是到了以后反弹吗 这个是昨天400块有反弹吗 那除了这九档以外 要我们再加进去六档 总共变十五档 因为这九档 还要再加六档下去 都是高价股 所以高价股利用反弹放空 挡回原型 他还没有挡回原型 得这么惨 你们说什么 才得四成多叫这么惨 原型在这里 你搞错 我就算没有把它挡到这里 也要挡到这里来 我把你挡起了 老师说这是纪佣股 我跟你说 纪佣股在这里 这就是纪佣股 会去的这就是纪佣股 不去的都不是纪佣股 在我的观念里面 股票只要会涨 就是纪佣股 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纪佣股在这里 你不敢买 里面那个胆 纪佣股在这里 这就是纪佣股要最高 股票涨才是要基佣股 跌我就不管它什么基佣股 股票如果要跌 股价如果要跌 基本面就不如一碗泡面 我常讲 我没有在跟你甩这一套的 你营收创新高 那创新高呢 我没有跟你听这个 台积电营收创新高 股票价格早在466块 不然已经早就预期了 你创新高有用吗 股票才有用 股票价格才有用 不是每天都看到创新高 创新高 那创新高就买股票 它就会涨 那大家也会 那我们就做股票 那这样不用分析啊 创新高就会涨 那这样这么简单喔 是吗 它也不少啊 它创新高 它股票价格也是 它也是 历史上也是次高啊 那你那得多少债 早就已经给人家涨完了 从100多块涨到700多块 要不要脸啊 我讲难听一点 讲这样子会得罪你 是不是 我知道会得罪你 但是你这样子涨到这样 会不会要不要脸 才叠这样一点点算什么 打回原型 我跟你客气啊 就是要空高价股 不是只有对事情有意见 是高价股我全部有意见 我带你放空 加入好友 Telegram 193008 你来跟着我 我带你放空 可以直接打电话到公司 跟我们助理联络 他会叫你如何参加会员 我们现在就是利用反弹的时候 才空 而不是一直乱七八糟 每天都在放空 不是 就跟做多一样 刚好相反 了解我意思吗 那今天的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明天见 本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